我们会有需要将来做完之后 可以把这个表单再做一些按确定的时候 它可以把排序结果帮你存一个档 所以这边的话需要知道怎么样另存新档 另存新档的时候 特别注意就是说 你要知道谁有能力去另存新档 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也就是物件的这个观念 当然这个地方是shits shits的爸爸我讲过就是workbook workbook的话它的集合是S 可是它如果是目前正被开启的这个叫active 所以有active shit或active sale 也有active workbook active workbook的话如果你要另存新档的话 那这边的话有个叫什么save as 所以你里面的话 那如果你不知道说workbook的话 你可以去查一下 那它的方法一定会有个另存新档 那它的方法名称就是叫做save save是储存嘛 那save as就是另存新档 那再来的话 你就是在后面跟它讲说 你要存哪一种的那个 存在哪一个路径 然后也许你可以转换成其他格式 比如说另存新档里面呢 当然还有什么 还有一些其他的选项 这个地方的话呢 你会发现这边有个叫存档类型 也可以去存成不同的档案格式 那当然如果你懂得变通的话 就可以利用这个地方跑个回圈 把里面所有工作表全部批次的 变成一个一个的这个工作簿了 这个后面会再讲 那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再把那个地方做一个这个另存新档的动作 按确定刚刚是帮我排序了 可是再来的话怎么样 要帮我另存新档 那另存新档应该另存到哪里去 这个地方的话我们会需要一个路径 那这个路径的话也许我们是放到桌面上 那这个地方怎么怎么去打这行程式 其实就是叫active 叫work book 工作簿嘛 点 如果你按下点 他有跳出来那表示你没打错 但是点下去奇怪没反应 那表示你应该做错了 那你要怎么理解这个东西 其实你就要把work ctrl c 问号 直接把它贴上搜寻一下 其实这边的话呢就会可以有一些workbook 那一样我讲过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找到这个workbook 你可以workbook加S好了 这个是集合 物件 一样会有成员嘛 对不对 application application是他的爷爷嘛 或者是workbook的物件 那里面的话呢一定会有什么 他的成员 物件成员 那里面的话呢他就是能做这些事情 所以以后会问你说到底那个我不可能做什么事 反正就这些嘛 你看一下就大概这些东西 超过这些东西呢当然也就没办法 那里面的话呢一定会有一个就是 像什么add 新的那个或clow open 那如果说你要另存新档的话 这边的话恐怕用那个active 所以这边的话你当然可以再去做那个 再去搜寻那个比如说active 比如说这个地方我如果是个别的 其他的那个物件的话或不可 那里面的话你可以再去查一下 那里面的话有个active 假设active那或不可 搜寻里面呢会有一个方法 叫做那个点 有个叫safe safe的话特别注意 safe里面还有分很多种 safe直接储存 然后safe里面它也会 还有一个参数就是说 要不要直接储存还是说它会跳出一个讯息 然后另外一个safe as safe as你后面必须给它入境 还有safe as什么呢 xml data 还可以存xml 还可以什么 safe copy as 特别注意这两个不一样 safe as是另存新档 那另存新档它会讲把原来档案 移到你指定那个入境去 那safe copy as的话呢 是它原来的还在 可能它放在随身碟 那safe as copy as 它就再另存到桌面上 变成有两个档 那这个的话应该用哪一个比较好呢 应该用safe copy as好像比较好一些些 然后它问你说你的档案入境 那入境的话你就先打一个双引号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就想去查一下 那怎么查你可以先到那个 假设我今天桌面的话 桌面上的路径如果你不知道可以按右键 先点一下桌面对不对 那我的习惯是按右键编辑位置 还没出来 或者是说点一下 然后它会有一个可以直接显示出那个 我们的 它就出现的位置 或者你可以干脆点它 它每个复制 复制位置我试一下 应该这样应该 切上看看 它怎么叫桌面 理论上应该是会有个什么 disk top的一个路 那比如说我今天如果 换一个方式好了 比如说我桌面上随便 假设有一个资料夹好了 或者你可以先 如果这一招不管用 你可以先新增一个资料夹 那这个资料夹 这边 那假如说这个里面是放什么 我们将来的那个VBA好了 假设这个路 我把它打开 按右键 一样编辑位置 这样就出来了 好像直接点桌面不行 那没关系 你放一个资料夹在上面 那也就是我们这样 如果要放在这个资料夹 你就这个路径 如果不是的话 你就选前面这一段 复制一下 OK 我们刚才放这里好了 复制一下 然后把它贴上 然后名称的话就叫斜线 也许叫什么 叫清单好了 或者直接后面就是 串接它现在的这个 因为你如果每一次 要写不同的东西 那你干脆找 直接end斜线 串接什么 它现在那个CB的test里面的那个文字就好了 因为这样的好处是什么 你写好一个 然后可以把它这样 Ctrl C 然后Ctrl V 有没有 这样的话 它就是 好像也不能 不能写一个就要 好像还是要全部个别的 好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那特别注意 这个斜线一定要留下来 因为如果这个斜线没留下来的话 它会变成说不是根目录 会变成说 它会串成什么 VBA 在桌面上变成多一个VBA清单了 OK 所以这边的话特别注意 那如果你有细节 假设说 Save as Ctrl V 不知道什么 怎么用 按一个F1 除了说你可以到问号里面找之外 按一个F1 它也会出现 它这边会相关说明 它告诉你说 这样子 ActiveWorkbook.Save as 然后存在哪里 然后呢 另外 好像就没有了 它只有大概这样 它后面没有说 另存什么 档案格式 反正就是这样 除此之外没有了 好 那我们试一下好了 看一下我云端写的东西 基本上应该也是一样的 这个位置 所以特别注意 你这个位置 恐怕要改成 跟我的 不一样 然后副档名 副档名是不是要自己加 等一下试一下好了 OK 这个地方我是 之前是直接 就给它副档名 但是如果不加的话 它会自己帮我加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试一下 比较 比较 直接 有没有要放这里 那直接执行 假设是笔画好了 按确定 好 排完 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 它 我有设个中段点 它应该会跑 那可能是 我是不是开到另外一个 因为我有两个档 应该是 下面这个 没有中段点 设在这边 结果我 却点了笔画 OK 那应该已经输出 我看一下是不是已经输出 我们的那个 最后的结果 VBA里面 有没有这个 笔画 有了 可是出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没有 什么 负档名 所以 如果你要加的话 你可以点 那因为我们这个里面 有那个 VBA 所以是 X L S 什么 M 但是你不可能说 每一次 输出之后 再来改一下 这是不合理 所以怎么办呢 没关系 你可以在这个程式里面 再把它end end什么 它的负档名 它的负档名就是 end然后双引号 电 X L SM 就串在后面 这样OK 然后一样 可能要再一次 把这个 复制 好 那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再试一下 Scopy S 我原来已经有的话 怎么办 反正假设 假设我们这个 OK好 执行 如果是清单 确定 他会帮我存出去的 另存的 OK 有没有清单就出来了 就这样子 但是如果已经存在的话 会怎么样呢 应该是不是再产生一次呢 这个可能要再 反正这个东西 自己再去防待 按确定 那如果再一次 他会不会 没有耶 他好像顶多是把它盖掉而已 所以SafeCopy S 如果是笔画 因为已经有一个了 他跑完之后 另存 看一下 对耶 他没有 他不会 他很聪明 他不需要自己再删除 他会自己把旧的盖掉 OK 也不会提示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现在还蛮好用的 以后输出 当然如果你以后批次输出 各位也可以啊 那自己再想 自己再跑一下 跑完之后自己输出 跑完之后就五个全部都有了 可是后面呢 如果说你希望怎么样 把这个档案在Outlook直接帮你寄出去的话 那其实这个是之前同学的问题 他提了 然后后来呢 我跟他讲说可以Outlook找一下呼叫的方法 然后他也试了 OK了 结果他就回馈给我 他就是把它OK的那个程式码再转寄给我了 那我就把它再整理一下 放在云端上面 其实 这一段是刚刚我们改的 这个其实 这个可能要 差不多 只是这个地方可能不一样 自己再稍微动一下 那我原来是把它写成 固定的 这个可能要自己改 等一下我再重贴好了 底下会有一个什么 用Outlook游寄出去 这一段 它是一个 用 到时候可以跟他两个合并在一起 那怎么做 等一下跟各位讲一下 它这个原理很简单 Create Object 这个关键字就是 可以把那个外部的 只要是物件 别的 比如说应用程式 当然一般是 如果是微软的 应该都没问题 把它变成一个物件 这个物件有点像背后执行 你看不到它执行 但是它是真的在记忆体里面被执行起来 只是没有画面而已 然后做什么呢 叫出来之后 可能你Outlook起来了 那你如果要记新 会怎么怎么记 一定会先新邮件 然后再放什么 它的email信箱 主旨 内文 跟它的附加档案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它会产生一个 一个物件 叫 这个名字一取的 set它 它去开启 那个outlook的元件 然后做什么呢 利用它去create item 0 因为编号 新邮件第一封 一定是编号从0开始 所以create item 是有点像 按一个新邮件 它就会创一个新的邮件 然后呢 并且丢到前面 这个是一个物件 的变数 物件变数 叫outmail ok 然后呢 wish开头的 反正以后都一样 wish开头的意思就是说 底下的这个地方都是outmail点 outmail点 有没有 如果都一样 干脆就wish头 wish尾 底下的话就可以不用说 再加一个outmail了 以后反正点开头就可以 to是寄给谁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在u2 有放个email信箱 在甲班这个工作室 里面有放email 没有信箱 然后cc这个bc没有的话 空下来 阻止 寄给甲班 body里面 放一个 就内文 然后附加档 就这个路径 所以这个路径的话 可能要改一下 改成别的地方 然后最后的话呢 再点display 这个display是不是要显示出来 这个我不确定 如果不用显示的话 这一行可能不用执行 好 那最后跑完 它就会帮我怎样 把邮件给寄出去了 这个怎么做 等下再来看 请各位先试试看 利用那个 叫active workbook 点save as save copy as 给它画面先画给各位一下 那这一招还蛮管用的 以后的话你只要 要另存一个新的档案的话 记得是save copy as 不要save as save as 它是把你原来的档移到桌面上 旧的那个 原来那个就不见了 save copy as 原来的还在 可是呢 会帮你另外再存一个档 放在桌面上 但是呢 它不会帮你加副档名 所以必须你要自己加副档名 ok 那等一下我会把这个call到那个 我们原来上 什么 哟